桃園市原民局率全國之先 成立原住民族產業輔導 單一窗口服務站 未來這服務站將會提供 有心創業的族人 諮詢輔導還有專家見證等服務 要協助原住民創業 帶動產業發展 3 2 1 在市政府副秘書長邱俊明 原民局長林玉蓉 以及多位民意代表的共同接牌下 全國第一個原住民族產業輔導 單一窗口服務站正式啟用 有心想要創業經營的原民族人 只要來到服務站 就可以獲得創業諮詢 產業經營輔導 以及專家見證等一站式全方位服務 我想桃園市是一個適合宇區的地方 所以我們桃園市政府首創 全國第一個單一窗口原住民主產業輔導 首先在創業方面 我們可以以創業的輔導 對於經營企業的時候 給他經營的一些協助 那歡迎我們所有的原住民朋友 來這邊有創業的需求 有創業經營上的困難 都可以來這邊 全市七萬多位的原民族人中 只有一成是自行創業 為了要幫助更多族人創業 服務站從貸款 人力企劃銷售行銷到財務規劃等 都會請相關領域的業師及專家協助 族人若是在創業初期或是營運期間有任何問題 都能來這裡尋求協助 在用人的部分就是 藝材的部分比較差 我們就會推薦一些藝材的專家 來協助他們在藝材的部分 比如說他要行銷的部分 我們會找行銷的專門的技術 技術部分來協力 在生產的部分 比如說我的商品 要變成商品 它必須要包裝 我們就會在產品上的來協力 桃園市原住民族人口持續增長 為了讓原民族人成就夢想 市府將持續鼓勵族人投入創業 經營產業 希望有效促進原民的經濟發展